ViuTV全民造星4已經播完 東東國東彩雖然在三十強止步 不過他對自己的成績已經很滿意 事關最初對參賽沒有野心 以為第一輪已經被踢走 想不到能夠玩到他三十強 已經是超額完成比賽 對於舉手被淘獲外皆爭營 東東就承認唱歌跳舞不是他想發展的方向 未來除了繼續會踩滑板和做美甲之外 還想做演員 本身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演戲 都有參加戲劇班 都有去過大會堂表演小學的時候 但是慢慢長大之後 就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戲劇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可能現在開始慢慢接觸 慢慢學會怎樣演戲這方面 比賽除了令東東認清方向 賺得最多的就是友誼 因為我參賽一開始其實都算是比較直接的 因為我很少 我分人比較慢熱 一開始都會想會不會有很多八婆東西 很多是非 但是這原來不是的 原來這群女生都很善良 很容易相處 而且整群都可以玩到很瘋狂的 不過他承認比賽期間零收入 現在要積極賺錢 這幾個月是靠積蓄 還有之前做下的工作 出了那些糧來衛生 因為指甲停了 零收入 所以 都有點壓力的這方面 不計算吃飯買衣服的那些 只是的士都花了四千多元 哈哈 那指甲都會開 所以就努力賺錢先 東東承認 說明度提升 令到美甲生意和工作都增加了20% 不只是女生 令我驚訝的是 竟然有男生想找我做指甲 收到一個邀請 之前有一個邀請是 他DM我 問我會不會想去他們的 Event那裏表演唱歌 然後我就 為什麼會找我唱歌 然後我就拒絕了 沒有錢的 純粹是邀請我去唱歌 但是那有錢呢? 賺不賺呢? 有錢要我去表演我的摩音 那我就考慮一下 KB就說 撇青和東東的關係 也覺得他的表現不錯 我也會計算他有啞又閉 OK 進步 抱歉 進步分 是的 我覺得 我會給80分 真心我會給80分 可能那20分 坦白說是在唱歌方面 但是我覺得 沒有做完 其實所有最後的set piece 那件事 是真是 直接凹了嘴 作為精靈的KB強調 會先選東東喜歡的工作給他 絕對不會要求對方做賺錢機器 因為他喜歡做才會感染到觀眾 所以東東想學戲就會讓他去學